中国央行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,受贿率者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综合作用,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下降,9月外汇储备30870.2亿美元,环比减少227亿美元,降幅为0.7%。 不及预期,却为临时两月下滑,8月减少82.3亿美元,与此同时,在美元指数走强的背景下,大量国际资金,却正在快速涌入中国市场,人民币成为了2018年真正意义上的避险资产之一。 比如,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一周前9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跨境资本延续自2017年一季度以来净流入的趋势,其中,直接投资净流入248亿美元,证券投资净流入610亿美元。 不过,在中国外储连续两个月下滑的另一面,目前,全球外汇储备却正出现一个新的趋势,美元遭坚持,而人民币的储备份额却节节攀升。 据IMF近日最新数据显示,即使是在人民币贬值下,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的占币仍然在持续增长。 截至今年第二季度,人民币在各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增至1933年8月,亿美元,一季度为1458.8亿美元,在整体一份配外汇储备中占比1.84%,一季度为1.40%,却为连续自个季度上升,而美元占底则落得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。 我们多次强调,随着美元信用的不断下滑,今年来,被美货币正在世界经贸往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。 正如,曾担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,主席,的全球知名经济学家Jim O'Neill指出的那样,美元不会永远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。 与此同时,我们也在最近连续提醒投资者,当前美国面临重大金融风险。 虽然目前美国经济数据依然表现不错,但目前,如果让年期美债和十年期美债之间的利差降至零或是负数,经济衰退将会在短期内出现。 另一面,人民币已在事实上,逐步在迈向一个全球实际储备货币的过程中。 比如,目前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,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。 再比如,人民币原油期货交易量,已经位列全球嫌三,初步实现了基于亚洲的原油定价权能力。 换句话说,人民币正在慢慢动摇美元的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。 而按华乐街投资大师罗吉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的分析就是,再给人民币一点时间,美元可能就会被世界抛弃。 目前,取代或绕开美元时有美元声音日历高涨,而美元之所以失去信任。 除了美国经济优先举措,及华盛顿,滥用美元的货币地位吧。 可能我们大多数读者朋友不太了解到的是,大部分的美元更是锚定美国国债的规模来发行的。 数据显示,美国经济中的70%就是靠不断发债驱动的,也就是大量发行美元来刺激经济。 而长期这样做的后果,就是在美国财政债务资自爆表,即在美元处数次连望宽松的背景下,美元价值不断被稀释,这自然会引起货币信用和价值的下降。 而以上这些货也正是在美元信用出现衰败后不愿看到的是,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,Swift也在9月27日发布的数据,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注脚。 数据显示,8月份Swift人民币全球交易,使用量上升至2.12%,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使用派名为第五位。 值得一提的是,美元值得全球支付市场的份额下降至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。 正如高盛文西施在9月初撰写的报告中称,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配置预说,2022年底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应会升至3.4%左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